嗨,大家好,我是杭哥,回列证券股票经济WTEK特预约讲师 在新加坡呢,曾经有这样一位股神,我们叫金手指,又叫新加坡的华尔街之狼 所以这位股神是谁呢?他就是传奇人物Peter Lim 所以Peter呢,原本也是和杭哥一样,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股票经济 Remind you,每天干着金融民工的生活,跟客户打打电话聊聊股票 但这位前辈可比杭哥厉害了几万倍,他投资了几个项目 短短的几年呢,就一跃成为新加坡的富豪 在2019年,新加坡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10,身价25亿美金 在2014年,他还花重金买了一支自己的球队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股神Peter Lim控股89%的一支股票 就连新加坡的股权基金戴马西控股都来捧场,占有着0.23%的股份 所以这支股票就是今天的主角,汤森Medico,康胜一聊 韩哥在上周的Vlog102视频当中呢,我们提到了这支股票 就是汤森Medico,我给当时的股价呢是在0.086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翻翻看我们上周的视频 接下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的WhatsApp Broadcast List中的SG Penny Stock 我就是用这个渠道给大家群发新加坡Penny Stock信息 所有的股价小于一块钱新币的股票呢 我都把他们归结到一类啊,都叫统称为Penny Stock 当你成为我的客户的时候,我就会让你去选你需不需要收到这方面的信息 你可以根据个人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来决定 但是Penny Stock属于风险比较高的投资,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 所以在10月5号的时候,也就是在上周二 我给客户们发送了这支股票的提醒 当时的股价呢是在0.086,买家0.085,卖家在0.086 当时我分享的理由啊,其实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弹 再加上了图表中呢,出现了我的一个intry signal 这个intry signal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就是这个intry的黄色的字体 还有一个三角形的出现 在图表中我们也看出这个支撑点呢,也就是在前期的一个第一点啊 这个是在0.079 然后第一目标点呢,是在前期的一个高点在0.092 然后第二目标点呢,是在0.102 这都是从图中读取的这些数据啊 然后呢,今天的股价呢,就到达了我们的第一目标点0.092 盘中最高呢,还冲破到了0.094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看图软件 我们选择了日线图 呃,今天呢,经历了几天的横盘的震荡 今天后继勃发,然后有个放量的大涨 一度突破了我们设的第一目标点0.092 做了一次不错的试探 呃,目前的价格呢,已经脱离了下跌的一个趋势 注意看啊,这个蓝色的下跌趋势线 也就是在前期的高点连续画出来的这条线 表现呢,非常的强劲 接下来几天呢,我觉得可以持续的关注这只股票 当然我也把这个支撑点位呢,是从0.079 然后拉到了0.086 也就是在它横盘整理的这 呃,几天的一个低点 ok,根据我自己的交易策略 也一般像这种股票来讲 如果跌破了0.086呢,我就会考虑止损 暂时离场,以观后效 这是我对汤森medical盘面的一个解读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浏览一下新交所的官网 然后查看一下汤森medical最新的一个公告 呃,我们可以关注到这边有一个cash dividend 对吗,然后这个是派息啊,也就是他在11月12号的时候 然后会派息,呃,派发股息 这个股息是多少呢,是每一股会得到0.00015 per share,ok,呃,以今天收盘价0.091来计算 他的股息率大概是在 1.65%,啊,1.65% 如果说你要买入这只股票 并且持有到派息呢 所以有一个日期,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这个行权日,exercise date 啊,这个11月2号是他的行权日 你在这个日期之前买入,并持有到当天呢 你的股票呢,才能收到,啊,11月12日派发的股息 啊,这个行权日呢,很重要 如果说你是在啊,11月2号当天或者是之后 购买了股票,你就不能够再收到这个股息了 所以,杭哥做股票经济以来呢 已经无数次给客户们科普过新加坡的 股权的行权日和,啊,啊,股息的派发日 OK,所以希望看到本视频的小伙伴们 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点 OK,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点开小铃铛以便获得实时的更新 如果你想收到我的股票提醒 找我开一个挥利证券的股票账号就可以了 开户是免费的 可以通过扫描视频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点击下方的网页链接 填写Google Form 联系我 免责声明 本视频中所有的信息和内容都只是个人看法 均不构成股票推荐 本人及Wtech对您的投资不负有任何的责任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